這是台灣的聲音 這也是台灣的聲音 還有多少聲音沒有被聽見 未來你打算在台灣定居嗎 可以的話當年定居嘛 這邊怎麼說也是一個 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可能 變成那小部分人 你沒有公義 你不能維護基本的人權 但你就沒有完全的安全 在這狂亂的年代 思考讓我們自由 就要聽晚報 聽見新聞之外 歡迎收聽就要聽晚報 我是宛柔 今天是8月17號星期一 台灣的戒嚴時期 在1949年一直到1987年結束 面對一些政治性的話題 或者是甚至有人 如果牽扯到政治案件 幾乎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 一個時代 但是呢我們看到在 國家人權博物館8月5號 所推出的一個口述史的 一系列書籍當中 其中有一本專書 書名叫做 承擔加辯白色恐怖下的 鋪子張家 就談到呢 張氏家族裡面 有多位親友 因為受到政治案件的牽連 而受難 主要的一個關鍵人物 應該是張碧坤先生 他在當時很年輕的時候呢 在朋友的介紹之下 在194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 那當然大家可想而知 在1948年前後加入共黨組織 多麼危險的事情 但是當時的年輕人吧 有理想有抱負 希望讓國家更好 希望讓人民的生活能夠更往前進一步 當時的張碧坤先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再次強調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組織 跟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在過去是一個承襲 甚至社會主義思維的一群年輕人 希望共同組織起來 透過討論 甚至實際行動的方式 能夠讓台灣的人民過得更好 其實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除了張家的故事之外 更讓宛如在這個承擔加辯口述史裡面 為之動容的是什麼呢 就是張家受難 但是另外一家人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 呂錫斌先生的呂家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不想牽扯到政治案件的時代 願意站出來 協助剛剛我們所談到的 張碧坤先生的逃亡呢 好我們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就要特別為大家專訪的是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 呂錫斌先生的女兒呂祥寧 呂老師 呂老師您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能聽到呂老師的分享 主要也是參照著中央研究院徐雪基老師 所進行的一個口述史的訪談 那呂老師呢可以說是第一次接受 中央研究院這麼正式的訪談 同時也是第一次在廣播裡面 跟大家分享自己家族裡面的故事 那呂老師像您的父親在1991年過世 在他在世的時候 曾經有跟小孩子們談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經歷嗎 從來不談 從來不談 對 因為 我的想法 因為我後來在海軍民的訓練班 鳳山招待所有一位劉承淡 劉老前輩 他現身說法 那他也講到他都沒有跟他周圍的親人 包括他的太太兒女講 那我就提問就請教他說 為什麼你們都不講呢 他說他不想把這個恨再傳下去給下一代 但是我們周遭的人即使不是去親身經歷過這樣的遭遇 難道我們心中沒有恨嗎 難道我們不想知道真相嗎 所以我才才開始去大量的收集 有關我爸爸的這些事蹟 是我看到您爸爸被捕假釋出獄當時1954年 那時候你兩歲多是個很小的小娃兒 還沒有太多的印象 完全沒有 是 但是透過您的不斷的去做一些長輩的訪談 跟史料的蒐集 我們在書裡面其實也看到您父親跟大舅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張啟德的家族彼此的一個關聯 因為也是您外公的這一邊嘛 有意思的是喔 他是一個媽媽等於是姻親家族裡面的政治受難事件 可是您爸爸卻是跳進來進行救援您大舅的一個工作 那個是我爸爸跟我大舅張碧坤的關係 他們是台南二中的同學 而且感情非常好 就是他們的情誼是從台南二中那邊就開始了 所以才會一路這樣 其實我爸沒有去加入共產黨 就因為他的關係我爸爸就娶了張碧坤的大妹 對就我媽媽所以就變成姻親的關係 那因為他們在學生時代就培養出來的情誼 所以後來他落難逃難的時候逃亡的時候 我爸就接受他來我們家躲了一陣子 您的大舅也就是張碧坤先生 是1950年5月開始逃亡 當然也因為前述剛剛所說的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在1954年被捕 1956年遭到槍決 其實用當時的一個罪行叫做知匪不報 藏匿匪諜 只有我爸爸我媽媽跟我三淑知道 連我三淑都不知道 所以後來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我三淑的女兒呂淑媛跟我講的 因為後來他爸爸都有跟他講這些事情 所以主要是呂淑媛告訴我這些事情 我非常的感謝他 但是我想那個情誌單位應該有線索 所以有一個秋菊老師到我們六角國小教書 然後他就故意跟我大姑姑呂塞花 來接近然後就培養感情 然後就跟我大姑姑感情很好 就在我們家吃住進出 甚至還認我的奶奶 就是我的妹媽 我奶媽做乾媽媽 對 然後我想他就是主要他就是在 後來我爸爸有感覺到不對勁 有跟張碧坤講說 如果那個秋菊老師來你就不要出來 結果還最後真的是秋菊老師出了問題 對應該就是他 然後後來就有一天晚上 整個那個警察把我們那個大宅院 整個都包圍起來 那那個秋菊老師事先有畫我們那個大宅院的圖 哪裡有門 哪裡有窗 哪裡有巷 哪裡有巷道 有巷弄什麼的 畫給他 所以警察就把那個全部都圍起來 然後翻箱倒櫃 連床板半夜啊 連床板都翻起來 大家嚇壞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也沒人知道 嚇壞後來他在那邊 收不到人的時候 他才過馬路來我們 我爸爸我們那個漢藥房 中藥房去敲門 去敲門的時候 因為那個中藥房樓下是抓藥的地方啊 那樓上是有一個小閣樓在存放藥材 那我大舅舅晚上是睡在那個中藥房的閣樓上 還有一個長工跟他一起在那邊睡 然後警察就來那個惡狠狠的一直敲門的時候 那個長工醒來 他醒來的時候發現 他旁邊的我大舅舅的那個枕頭啊 睡入啊棉被通通不見了 他就塞到那個櫃子裡面去了 可是呢 他睡過的地方 那個床板還有餘溫啊 還有溫度啦 但是他就迷迷糊糊的下來開門 那警察當然就衝進去啦 就爬上爬上那個小閣樓 他就看到說 那個睡鋪那裡只有一個人的寢聚 所以他們就就從樓梯又爬下來了 所以是很驚險的 是非常驚險 他如果上去再去找一找 摸摸那個睡鋪的話 他也許就會找到 那但是他們就下來以後 就收那個我們那個那個中藥房 就發現後面有一個後門 所以就追出去 那當初邱菊老師他畫圖給警察的時候 警備總部的時候他不知道 我們那個藥房後面有一個後門 所以他沒有畫 他沒有畫到有一個後門 如果他有畫到的話 後門一定也會是被警察堵起來的 就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 張碧昆就逃走了 然後鄉下很多祠堂很多竹蟲 很多竹子 他就躲在那個竹蟲後面 結果那些搜索的警察有 手電筒有掃過 他躲藏的那一層竹蟲 但是沒有發現 所以在1951年的12月 他逃離我們家 這整個過程是 後來我去六角國小 去查這個邱菊老師的資料 那個教務主任 還是總務主任他非常的好 他把那個很舊的那些資料 那個紙都已經快要封掉了 都快要那個破損的很厲害的那些資料 小心翼翼的拿出來 然後跟我在那邊翻 他裡面沒有那個秋菊老師的任何的 在六角國小的那個教職員的資料裡面 所以我就沒有查到 但是長輩跟村人都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老師在我們家進出 但是也因為你們這樣子的一個罪名 支匪不報 對 支匪不報 對 所以接下來您父親的遭遇 就讓人覺得 也是另外一個毛骨悚然 驚心動魄的過程 我們在下個階段 我們再請呂老師來跟聽眾朋友一起分享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國內武漢肺炎疫情已經穩定控制 但國際疫情仍然嚴峻 提醒至國外入境的朋友們 請一機上全程佩戴口罩 入境後請謹守台灣的入境檢疫規定 如果感到身體不適 請主動告知檢疫人員 並配合防疫措施 請配合居家檢疫 如出現疑似症狀 請聯繫各縣市衛生局 切勿自行就醫 有政府請安心 資訊由疾管署提供 繼續回到就要聽晚報節目 我是婉如 在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呂錫斌先生的女兒呂響寧老師 來跟聽眾朋友分享她父親的故事 那我們在上個階段是稍微談到一些 她的父親知匪不報這樣子的一個罪名 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戒嚴時代是何等沉重啊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教呂老師了 書裡面您說到 因為藏匿匪碟 所以您父親曾經被嚴酷的刑求啊 要你的父親招出來 這個匪碟到底去哪了 對 他們就找不到他們要找的人嘛 所以就把我爸抓去啦 裝在那個麻布袋裡面啊 就帶走了 然後那個警察就用那個槍托 那個木柄的那個槍托 我圍成一圈就打他 我爸他練過柔道 身體非常的強壯 就很能挺得住 結果那些警察打了一陣子以後 發現怎麼都沒有聲音啊 沒有哀嚎 對沒有哀嚎沒有聲音啊 他們覺得是不是把他打死了 結果就趕快把他拖出來 拖出來以後發現他就是一條漢子 所以後來有一個長輩跟我講說 你父親真是一條漢子啦 就是後來他們知道這件事以後 轉述給我聽的 就後來我爸都沒有講說 他在監獄裡面 遭受什麼刑求沒有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說 我堂妹跟我講的這件事 我爸到生命中了都帶這些傷 他常常請那個推拿師來給他推拿 身體非常的不舒服 即使是這樣他也都沒有跟我們說什麼 遭受了這麼大的精神肉體上的折磨責難 可是您的父親還是沒有把這些事情跟小孩說 甚至我看書裡面您也曾經問過母親 可是母親也沒有很具性民意的知道 沒有他幾乎沒有知道什麼 對 有關我爸在監獄裡面的點點滴滴我媽 他說我說那你難道沒有問嗎 他說有啊我問啊 可是他都不講啊 他就這樣回答我 所以我們也才希望說藉由這樣的口述史 雖然大多數吧 應該是說大多數已經凋臉 我們反問不到了 但是這些口述史還是很尊貴要一代一代傳下去啊 沒錯 您的父親1991年過世 但是從我們今天的廣播還有書籍裡面的文字流了下來 在書裡面其實還有一段您的陳述是說 您的阿公談到自己的兒子因為姻親的家裡而受難 可是他第一時間的反應 就是到你媽媽的家裡這邊去安慰親家公 對 非常令人感動的事情 對他就我爸被抓去 然後他就去到埔子我媽媽的娘家跟我外公說 親家公你不要難過 這個是呂習斌她自己的劫難 不是你們的過錯 我覺得這樣的胸襟真的很令人感動 但是我媽媽之後我媽媽在呂家的處境並不好 我大姑姑就回來開家族會議說要把我媽離婚掉 那我那個開年米場的唐叔呂漢中先生 他就說如果現在要把他離婚的話 就是逼我媽媽帶著我大哥跟我兩個孩子去跳河 所以我大姑姑就沒有堅持 堅持說要把我媽趕出家門 所以我媽後來我媽的處境真的很辛苦 在那個大家族裡面 因為很多人都會怪啊 怪說都是你害的 是啊我覺得這也是人之常情 對 這無可厚非啊 對 我們事後來看可理解 可是那個當下的人過得多辛苦啊 對 包含您自己呂老師 其實你成為一個匪諜的女兒 抱持著這樣子的印記而長大 非常地辛苦 因為我們就變成像躲在自己的那個世界裡面 不敢 不敢向外去感現自己 怕被 對 說一句話話 怕被棋底啊 肉搜 對 現代的話 對 把以前的事情被 又被挖出來這樣子 可是同學還是知道啊 因為整個村子都知道 對 沒錯 然後村子的長輩一定也會跟他的下一輩講啊 對 所以你看啊 這個事情在我那個六角國小流傳了多少年 對 除了你之外 那您弟弟也受害啊 對 我小弟小我六歲 跟我的境遇完全一樣 我們會被同學指指點點 我還被丟石頭 我小弟有一次還被一個同學打了一頓 莫名其妙 反正就是在後面 你是匪諜的女兒 你是匪諜的兒子 這樣子 放學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弟都沒有還手啦 小弟都沒有還手 回來跟我爸爸講 我被丟石頭被怎麼樣 我回來也會跟我爸講 但是我爸都沒有任何的 說一句話啦 他的心一定很痛 但是他都沒有任何的話來安慰我們 或是說明為什麼會這樣 您爸爸在被刑囚之後兩年多出獄了 但是整個家裡也並沒有因為他的出獄而過得更好 您自我陳述說你因為這樣子的成長經歷一度生活在仇恨當中啊 但是我背負了這個仇恨 背了五十年 為什麼呢 爸爸因為剛剛聽起來 爸爸從來不說這些事情啊 但是 村裡面的那個長輩還有家族裡面的長輩會講啊 還有我的阿嬤會講啊 對啊 所以我們從小就知道 就知道耶 那我爸爸後來再稍長一點的時候 我知道我爸有去日本留學去學要學要寄學 但是因為二戰的關係沒有畢業 他就去大陸被日本派到大陸去 回來之後 根本那個時代那種氛圍沒有人敢用他 他沒有辦法去外面找工作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沒有人敢用他 後來他就自己下去耕種我們自己的田地啊 那他也不會啊 所以就我書裡面又講到有一個郭憲青 那個叔叔 琴阿姐 他是我們家的長工 所以他就教我爸爸怎麼從事農耕 但是您剛說您的阿嬤會講 親人會講 講些什麼呢 你那時候小時候聽到的是什麼 就是一些鳳毛麟角 他們講的也講不清楚全貌 所以我小的時候知道說 我爸爸因為政治案件被關過 那我在學校就是被稱為匪碟的女兒 整個大概就是這樣 那至於說其他的細節 他們也講不清楚 因為很多我爸沒講 還有來收那個家裡 前面總部的人來收家裡 那個也是後來我堂妹跟我講的 所以等於是說在那個白色恐怖戒嚴時期 這種話題根本就是不能拿出來講 偷偷的討論 對 但是不能告訴別人 但是不能告訴我們這些不懂事的 怕你們一不小心說漏嘴 沒錯沒錯 又惹禍上身 對 我想他們是保護我們這一代啦 等於我們是下一代嘛 我想這些長輩 家族的長輩不講 就是也是保護我們下一代 所以他們的那些俗工博工什麼的 他們的下一代也都不知道 好辛酸耶 很辛酸 對 可是可以想像呂老師 您在求學的時候 當時台灣的整個教育氛圍 是很流行的 什麼保密房碟啦 匪碟就在你身邊了 常常會有這種叫小孩 就是學生們去製作這些必報 對 可是身為匪碟的女兒 你也會去做嗎 你那時候 我後來小學畢業 因為我們鄉下沒有初中 嗯 所以我必須要去外面考初中 嗯 對 那我書裡面有講 因緣際會 我就去到台中 去到台中讀書 對 然後就整個跟我這個家鄉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同學 知道我的過去 嗯嗯 對 然後高中 我就 又回到嘉義 回嘉義來讀書 也沒有人知道 沒有我家鄉的人 所以也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 所以就變成這一路這樣子 嗯 那接著就是 嗯 就是 工作 結婚 然後養兒育女 嗯 我們就在這樣的時間裡面 把這件事情深深的 埋在那個心底最深處 嗯 連自己也盡量不要去想 嗯 對 但是 偶爾在報章雜誌媒體 看到有關 呃 這個白色恐怖的一些事情 一定又會 又會想起來 但是生活忙碌又把它埋進去了 所以一直到 欸 我有空了 我想說啊我的 雙方長輩都不在了 小孩也都 都大了 我才回想起來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來做這件事情 嗯 把這個歷史記錄下來 對 對 要不然就沒有了 可是就連您的先生 一開始你們相處 結婚之初也都不知道 你家族曾經的狀況嗎 沒有沒有 我都沒有講 是 因為因為 已經深深的埋在那個心底了 自己也幾乎都要忘記了 盡量不要去去去 去touch 這個 對 對那個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啦 故意故意遺忘啊 對啊 對但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抹滅的 嗯 對只是把它藏起來而已 並沒有辦法抹滅 所以我那個時候 香港 不是要捐那個二手安全帽嗎 對在去年反送中的這個時候 對 我去捐的時候啊 嗯 在那個小攤位的工作人員 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 啊 我回來 我去捐了以後回來的路上 我一直哭 我想到說 這麼年輕的一個女學生來台灣讀書 因為這樣的事情 她回得去嗎 她再能回去看到她的爸爸媽媽嗎 啊 我一直哭啊 真的 所以 雖然埋在心裡 但是沒有抹滅 沒有消失 有什麼事情去觸動那一塊的時候 你整個情緒就又都湧上來了 是啊 的確在去年香港反送中的時候 有很多的香港年輕人就說 他們正在經歷的 也就是台灣曾經的白色恐怖時代啊 沒錯 但是台灣的白色恐怖 雖然看起來是過去了 但是這個過去 如果沒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記錄 它是過不去的 沒有做任何政府的一個休憫 這樣子的苦痛 它是過不去的 是沒錯 所以我在那個之前高雄的有一場 那個研討會的時候 我有講 我有建議說 要把這一段歷史編到我們的教材裡面 是 我在 我是當代課的代課老師 然後在講國小代課 然後在高年級的那個社會裡面 歷史裡面有講到 有來到這個時間點 但是課本只是輕描淡寫 我就加了一些補充的 結果第二天下午 有一位學生的媽媽到學校來找我 她說她是我們高雄某一個國中的歷史老師 那昨天晚上在吃晚餐的時候 她女兒跟她說 媽媽我們這個代課老師跟你一樣 她就問怎麼一樣 所以聽了以後她就決定第二天下午來學校找我 她說她也是在上歷史的時候 來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她有講一些有關於228跟白色恐怖的事情 給小朋友當作補充教材 結果之後那個教育部啊 教育局啊 就一直找她去談話 所以她是來跟我講說 你要小心啊 你看那個年代 可是已經過了戒嚴時期了耶 對啊 所以真的很嚇人 雖然我不是正式的老師 但是她也是來提醒我一下 因為像我們曾經家人經歷過那個年代 你沒有任何理由都還是被抓去刑囚槍斃 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罪證 都還是一樣啊 所以會害怕 是啊 所以經歷了這樣子的一段 也包含呂老師 您剛剛也談到了去年的香港反送中 身為一個過來人 譬如說這本書承擔加變 他談的主要是家屬內部的 每一個成員的際遇跟承擔 也包含每個人在看待這件事情 有不同自己的視角 我覺得這個歷史一定要記錄下來 我就講過我說我不是要仇恨 我只是希望曾經發生過在這一塊土地上的事情 能夠把真相記錄下來 就像我們讀歷史的時候 我們知道秦始皇 秦始皇焚書坑儒 對不對 如果當時沒有記錄下來 那麼幾千年前的事情 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然後文化大革命 我們也知道啊 所以這些事情 你不 不把真相記錄下來 後人是無從之道 因為它確實發生在這一塊土地上 在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主張要用教育的力量 編入教科書嘛 那老師不教沒關係 小朋友好奇心很多 老師越是遮遮掩掩掩 他越覺得此地無垠 所以我想還是會有小朋友去看 那現在網路也很方便啊 是啊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但是重點是前面的人要願意說 我覺得說才能夠被記錄下來 才能夠被大家看到 這是很重要的開端 沒錯 而且現在的政府願意這樣做 我非常的感動 我們不埋下種子 哪能期待將來的開花結果 我們在今天節目訪問到的是 白色恐怖受難者呂錫斌先生的女兒 呂響寧 呂老師 也謝謝呂老師 在廣播當中 為我們記錄下了這一段 謝謝老師 不客氣 謝謝大家 謝謝你 今天節目要接近尾聲了 謝謝聽眾朋友今天的收聽 如果您對這一集節目 有任何的想法或感觸 趕快提筆寫下來 寄到我們的email信箱 wan.rti.org.tw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舉辦 收聽節目抽好禮的活動 歡迎聽眾朋友提筆寫下來 在節目裡面讓你感觸 最深的一段訪談 那您就可以參與我們的贈獎活動了 好今天節目進行到這了 我是婉如 明天再聊咯 拜拜